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板凳等等功能一体的模块化的人猫共用家具 熟悉的朋友会许记得 这个地方呢我们原先放了两个沙发墩子 但其实一年到头啊人都做不了几次 对于护轮小嫂而言 这整个猫蜜快乐屋当中有非常多他们的休息区 所以呢也并不是经常要睡在这个沙发上 我一直觉得做猫系家具改造是一个无端探索实践的过程 所以呢在我们家为人和小动物创造更舒适的生活环境这件事 没有完成时只有进行时 这次呢我们干掉了功能单一 利用率不高又占地儿的沙发墩子 想把这个小小的空间变得更合理 更有用也更有趣 让人和小猫咪都能更充分地享受其中 找灵感的时候我看到了这张图 那如果把中间的棍子换成剑麻柱 可太适合小猫咪了 通过不同的排列组合还可以给猫咪提供两种猫窝形态 那如果我们用结实点的柱子 这个东西就可以当板凳来做 如果我同时做三个给它们连起来 还能有更多可变的玩法 那接下来我们就抓紧时间开动啦 我会尽量详细地分享制作过程 设计图纸和材料也会放在视频的结尾 我会尽量详细地设计 好了我们现在漆都刷完了 就等它干了 好了朋友们 现在我们百变猫窝用到的材料和工具 已经都准备好了 这边有我们已经上好色的木板 然后我的面前呢有24根剑麻柱 现在这个猫耙架的厂商 已经都做得非常成熟了 全都是标准件啊 我们买到了自己需要的这个尺寸 而且前面还都带好了堵头 然后我们就着堵头上的这个孔 去找到了合适的螺丝 但是这个螺丝看起来没什么特别的啊 我们也试了很多个才决定用它 它有什么特别之处呢 大家看到它是一个尖头的 尖头的好处就是当我们拼接的时候 你可以轻松地把它送到洞里边 如果是一个圆头的 你就要在这里戳半天堂地把它送进去 螺丝帽这一头呢 大家看它是一个梯形的 就手拧的这个位置比较长 那么我们在拧的时候手就比较舒服 如果前面是很短的话 你就这样拧 对不对 那这个就比较舒服 所以最终我们就是选定了 这样的两个标准件 来组装我们的边形猫窝 还有很重要一点 这个猫爬柱呢 它是消耗品 小猫咪抓久了烂了 要换新的吧 如果用标准件的话 就可以轻松地买一个 然后装上去 好了 接下来我们就要组装啦 是我的门 好像过不去 我现在看到的就是摆变猫窝的 初始形态 上面一排键麻柱通道 下面一排键麻柱 也是一个通道 而且这个通道呢 如果我们丢一个小玩具进去 小猫就掏着找 也是很好玩的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就开始给大家变形了 这每一个模块呢 它都有 每年有十六个孔 就是说有十六个位置 可以插键麻柱 那么 其实就可以变化出 很多碰的排列组合 我们现在开始第一个 就是一个小猫窝的结构 大家看现在就是一个U字形的结构 然后我们在这个里边呢 给小猫穴泼一块窝窝垫 收一下 冬天的时候 是不是油包包板 非常好的猫窝 刚刚我突然想到 如果说我们只做这么一个模块 然后家里又有两只猫的话 它这个可以形成两个U字形 然后相当于上下两层的猫窝 我给大家变一下 就大概给大家演示一下 现在就是两层U形 然后我们可以 依然把这个小毯子 上面铺一块 下面铺一块 下面可以再来一块 然后这个位置 小猫咪是可以进去的 就可以睡下面那个窝 适合两只猫咪的家庭 一个模块就可以实现 一小早直接睡了 我们换一个模块来给大家变形 然后小导人就睡在这里 大家现在看到的是一个新的变形形态了 众所周知猫咪是液体 所以他们非常喜欢玩那种趋里拐弯的隧道游戏 我刚刚把这个模块呢 剑麻柱组合成了一个X形 所以里边的小猫咪就可以穿梭了 那因为我们有16个孔 所以理论上来说呢 会有更多种可以让小猫咪穿梭的插剑麻柱的方法 那么我们也会慢慢地解锁 而且我们有三个模块 连在一起应该是一个很好玩的组合的隧道玩具 那么大家如果看到这里 对于这个剑麻柱的排列组合有好的主意的话 也欢迎在评论区告诉我 我们一起来让小猫咪玩得更好 到目前为止啊 我们所有的变形都是基于这个面的一个变化 那么大家肯定会想啊 其实我把它翻过来也可以玩呀 对可以玩 首先呢 小猫咪可以站着磨爪子 然后呢 它依然可以做小猫咪的穿梭的隧道游戏 如果我们把所有的柱子都放在外边的话 那么中间也是一个猫窝 还有啊 除了小猫咪玩之外 它还可以 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大家看啊 现在人和猫都可以更好地享受这个空间了 不占地的同时呢 还同时满足了 人可以坐 可以踩 小猫咪可以玩 可以休息的功能 那这个隧道的玩法 关注我们比较早的朋友 有没有觉得很眼熟 其实我们在设计的时候 就一直在回想猫神那期视频 当时我们是用直筒 给呼伦做了个乐章挑战 它玩得可欢了 那现在呢 几个看起来简简单单的方块 通过组合变化 就又成了小猫咪喜爱的新玩具 我常说 为小动物做的一件事 它用上了 或者是改善了什么 这对我来说是特别激励我的 所以现在就又到了每次改造完成最满足的时刻 不过这次还有一些不一样的体会 因为这是我们第一次做模块化家具的设计和制作 虽然它和以往的比如说比如猫爬架 高空战道猫电视相比 看起来制作难度不大 但却也是我们自我突破一个新的开始 感谢大家这些年陪着我们一点一点 从工具都用不利索 到熟练操作一整面工具墙 从简单定几个猫跳板 到做成一件像模像样的猫家具 标准化的猫家具 其实很多朋友都跟我们说过 也想给小猫咪做点什么 但是觉得自己做不来也怕做不好 那么我觉得这次这个百变猫窝 或许是一个很合适的开始 我把我们用到的材料工具和设计图 已经都贴在画面上了 大家或许都可以试试看